Hello大家好,我是B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7月19日的3点44分 我们快速来更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关于那个StepN协和的消息啊 在前两天呢StepN正式把他的以太坊上面的协和呢空投给BAIC的早期持有者跟他的OG的那个持有者啊 你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以后呢,你就可以去领取StepN的这个协和啊 然后这个协和呢从昨天开始一度都是热点事件啊 在OpenSea上也是排名靠前的 应该在昨天晚上吧,StepN这个协和是从早上的一点多个以太坊啊 到昨天晚上一直冲到了五个以太坊左右 然后后来呢,那个OpenSea紧急把它下架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排名第一还是这个协和 但是我们点进去看呢,其实它不能进和进行任何的交易了啊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项目的一些信息了啊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OpenSea是把它下架了啊 但OpenSea嫌疑它有那个恶意违规啊 刷量的一个刷量的一个呃呃情况吧 然后它写的是个违反了它的平台规则 但是呢这个项目呢还是在以太坊生态链上的啊 所以也是可以去买卖啊 主要只能不能在OpenSea上进行买卖了 所以说我们在进步上看到的话啊 只能在那个F2F2跟Luxwell上面进行买卖啊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他的链上数据可以进行看一下啊 这个是那个Steven那个协和的一个链上数据的信息 它总共的话有19501985双鞋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第一钱包地址 竟然有1031双啊 这样呢它总共的51.93%左右 然后第二个地址的话应该是空地址 它有40一双啊 第三个地址的话啊 这个地址也许还没面试出来 那第三个地址的话就有34双 那明显它第一个地址有一直在少货啊 已经少了1000多双了啊 少了1000多双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协和热度一直很很 就是在OpenSea上或者整个热度都非常大 然后它Steven的代币呢 今天从最早涨到五个亿台房的时候呢 大概冲到了1.1或1.2左右这个价格 今天涨幅也非常大 从那个0.8 0.8 0.9啊 涨到了一点多啊 确实有非常大涨幅 那可以认为它这个热度啊 导致它比较上涨 那这个热度比较上涨的时候 是因为有不停的有有有有这个钱包在少货啊 我们再刷新下看看它这个钱包是不是还一直在少货 你看还一直在少货 我刚才在1031个 现在已经到了1035个了 已经占了百分之52点多了 那这方面是否有一定的关联 那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判断啊 大家如果懂的人的话应该有有所了解了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那个链上数据 呃 就是说这个呢 是沙丘上面的那个stepn的一些用户数据 呃 昨天的话大概是回应用户数大概在两六千多个啊 今天已经涨了一千个左右了啊 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呢 是因为一直一直不是特别好啊 大家看它的那个下坡率是非常厉害啊 最高的时候应该好几万了 那一直跌到现在几千个 呃 那因为以太坊链上呢 是最大的一条生产链啊 stepn进入以太坊这条链呢 是有很大的利好消息的 它通过这种形式来制造热度啊 是不是可取 或者是还有别的原因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stepn那个鞋子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拿到啊 呃 但是 它这样的操作方式呢 呃 是不是呃 有问题 如果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消息的话 那希望大家在评论下跟我说啊 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基于这个关这个这个里面的关系呢 我还可以进一个简单的分析 如果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也可以评论区里面进行指出啊 我进行学习一下 呃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边了啊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消息 主要是关于stepn这个协和被openc下架啊 这个原因啊 其实做了个简单的分析啊 所以说现在去参与这个项目的话 觉得是风险挺大的 大家还是要谨慎啊 因为这个暴涨暴跌确实特别厉害 从早上在1.8 1.7啊 涨到了5个以太坊啊 现在又跌下来跌到了3个以太坊啊 那整体来说它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啊 大家尽量少参与吧 多看一看吧 啊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边了 那欢迎加入我们137club社区啊 我们137club社区是理智 呃 帮助大家学习web3啊 NFT元宇宙啊 这边的一个小的社区啊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啊 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